中秋节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就是吃饭喝酒啊 苏氏讲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你看喝酒 吃菜吃瓜果 那第二个既然是中秋节 一轮远月 所以肯定还要赏月呀 中秋月月到中秋 偏皎节 偏皎节 知他多少阴晴缘缺 这也是在赏月 那除了赏月还能干什么呢 这时候可以赏花 白天呢是赏菊花 但是到中秋的晚上 就要赏桂花了 因为桂花它盛在香味 而菊花呢盛在行色 桂子月中落 天向云外飘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热闹的节制 也是一个多情的节日 现在人们一般都会拿苏氏那个 小饼如嚼月 中有苏与仪来谈这个事情 其实那个叫不叫月兵呢 咱们讲月兵啊 是一定要在中秋节吃的 而苏氏吃这个月兵的时候 它不是中秋节 但是你说它那个样子 像不像我们现在的月兵呢 又挺像的 因为它是圆的嘛 而且它有馅儿嘛 那个馅儿还下架是一个糖馅儿 有油酥 所以你要说它是月兵的开篇 反正也并无不可 只不过那时候还没有真正的月兵这个说法 那有月兵之后呢 就是明清了 跟你讲一个明清的逐之词吧 红白翻毛制造经 中秋送礼便都成 你看它写了几种月兵 三种对不对 自来红 自来白 还有翻毛月兵 其实就差一个提江 就把咱们北京的四大月兵品种写全了 我们关于月亮的好多意象 都是跟团圆有关系的 比方说 丝菌如满月 夜夜见清灰 那这是对人的思念 对家乡的思念 李白的敬夜丝 窗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那当然人看月亮 会有一种很大的一个孤独感 就是月亮是如此的永恒 人又是如此的渺小 所以江上何人出见月 江月何年出照人 而且人看月亮啊 那么好的一轮圆月 会有一种很自然的美的感觉 所以中国人把好多审美的意象 都对准了月亮 月出角兮 叫人聊兮 所以中国其实赋予月亮 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审美的意趣 然后把自己的很多心事 都诉说给月亮 我觉得最偏爱的诗词 我们中国人几乎没得选择 我们都会喜欢那个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产权 我想这是中秋最美的祝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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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